好我们继续 我们再去创建这个blocks模型 也就是blocks表 首先有两点 我上一小节搞错了 有一点搞错 有一点忘了讲 就是两个细节 第一个呢 是这个allow9这个地方 我上一小节 这个地方用的是大写 所以说导致没有生效 大家注意啊 这个9是第一个字母是大写 其他都是小写 然后我现在改过来了 allow9等于false 比如说用户名和密码 都不允许为空对吧 好第二个细节呢 就是这个 我们要写注释的话 就是每一列写注释的话 我们可以写的comments comments这个地方写注释 比如说这一列 我们写个注释叫尼称 OK那我们保存一下 我们重新再执行一下吧 好重新执行一下 我们直接去看 那个数据表的结构就可以了 就是outtable 就是修改表就能看到结构 大家看用户名和密码 其实都是不设为空的对吧 然后尼称呢 这个地方也有一个注释叫尼称 它既然通不过来呢 就说明创建是成功了 好 那我们继续吧 继续吧 创建这个blocks模型 blog 一样的 cycle.define 创建模型 然后blog 这个地方写单数对吧 然后它define 它创建完之后呢 肯定是那个表的名字 叫blocks 对不对 往这就不写了 跟上面是一样的 然后我们再配置列 首先第一个ID肯定是不用配置了 就跟上面一样 包括这个createat和updateat 也是肯定是要 它帮你自动创建的 但我们需要配置的 比如说是title title里面 type 跟上面一样 type 就title的类型 我们就直接用这个string就可以了 然后也是loadname等于false title标题我们不能为空 然后content里面 type也是用cycleize 这样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loadname我们这也写个false吧 最后是UderID对吧 UderID就是它表明着这个blog 是由哪个用户创建的 对吧 它应该是跟这个表明的ID对应起来 但这个ID是自动创建了 所以说我们这个 我也知道它自动创建的时候 它创建了一个什么 它创建了一个 就是inter类型的 这个go deal integer integer就是inter类型 然后loadname肯定也是false 然后我们把这个blog给它输出出去 OK 那这一步呢 这个UderID和上面的这个 自动创建的ID 还没有关联起来 所以说 跟我们之前出现数据表一样 这也是个半成品 不管怎么样 我们就先把它给它运行起来 好 我们就直接去同步就好了 同步的时候 它会把这个之前的users 表的重新同步一下 反正里面也没有数据 对吧 好 那我们就刷新一下 看这个blogs表明就已经有了 对吧 好 看一下 ID,title,content,userID 包括这个createdAt和aptedAt 然后我们看一下outtable 好 这也是我们 就是比较符合我们预期的一种情况 对吧 OK 那 一轮两个表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设置关联外界 关联外界呢 有两种API的形式 第一种API呢 叫 balanceTo 然后第二种API呢 叫 hasMany 我们一个一个写 写完之后我们再解释 blog blog就是这个模型的名称 blogs.belongsTo user 这是模型的名称 user是上面那个模型的名称 就这个模型的名称 然后下面呢 我可以写一个 fornkey 大家看出来fornkey之后 那肯定就是外界了 对吧 然后userID OK 这个时候其实就是什么 就是创建 外界 blogs.user userID 能对应上什么呢 能对应上user.id 好 先保存一下 大家看一下 blog.belongsTo belongsTo它是一个属于的意思 对吧 比如说 blog属于user 属于user 它是一个什么关系呢 就是一个多对一的关系 就是 怎么说呢 就是我们在模拟数据关系的时候 我们肯定是有一个什么一对一 多对一和多对多的关系 对吧 那在这里面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出现成一个多对一的关系 也就是说 blogs这个就是博客嘛 对吧 它对用户是多对一 也就是说一个用户 我可以发布很多很多个博客 对吧 我今天写个博客 我明天写个博客 对吧 我可以后天写十个博客 所以说一个人是会拥有多个博客的 所以说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去 不是我们是 sifilize 是通过这种方式 就这种语义化的方式来去创建一个外界关联关系 比如说 虽然说 它这个地方实质创建的是一个外界 但是它给你表达的是个什么意思呢 你表达的是这个 一个就是这个 blog这个模型 属于这个user这个模型 对吧 就出现了一种多对一的关系 OK 那这样创建完之后 我们的form key显示的userid 就表明这个地方要创建一个外界 然后这个外界呢 要关联到这个user.id上 也因为我们这个地方 belongs to user 也就是说 要向它创建一个外界的话 就关联它的话 那默认情况下 就是关联它的id 所以说我们也不用改变这种默认情况 有一点值得说一下 就是 实际情况下 就是我们可以这么写 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个注射 其实我们可以这么写 这么写呢 就是我们不配置外界 这样的话 blog.belongs to user 这么写的话 有一个条件是什么 我们需要把这个userid 这一列给注射掉 比如说我们blog里面 只定title content 然后我们再定一个blog.belongs to user signalize会自动创建这么一个关联关系 所以它会自动创建一个user.id 然后并且过来到这个user.id上 其实这么一说呢 也比较符合常理 为什么 user.id也不是你建的 对吧 是它自动创建的 对吧 那它自动创建的 凭什么 这一部分就是它自动创建的 这一部分就是你创建的 对吧 虽然说它允许你可以创建 它也允许这两个都不是你创建 都通过擦这种方式 很隐含的 这个默认的情况下 还能给你做出来 虽然说我们知道它是怎么做的 但是这种方式我并不推荐 因为这样的方式一写 我们并没有显示的知道 这里面有个user.id的这一列 这样的话不显示的知道 有可能会对我们未来做一些 比如说我们根据user.id查这个blog 造成一些未知的影响 特别是有些同学不熟的话 那个blog里面没有user.id 然后我是不是不能通过 u.id做一些操作呢 所以说我们这个地方呢 就不用这种方式 大家要知道这种方式 就这种比较简单粗暴 比较傻瓜式的方式 这儿呢我们还是推荐用这种方式 就是显示的来去写出来 也不是很麻烦 然后第二种方式呢 是就是反过来了 user第二 has many blog 大家看这个地方呢 当然也需要加一个外键 外键其实也是这么写 就是fanty等于user.id 这样user.id就是 其实这个意思表达的是一样 就是blog.user.id 对应到user.id 这个意思呢 也是Cyclas向你表达 虽然说它发现的是个外键 但它向你表达也是一个 一对多的关系 对吧 has many 就是有多个 比如说我们用户有多个微博 所以说Cyclas还是一种 通过API 特别是一种语义化的API 向它的使用者 传达一种外键的关联关系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 特别是对于那些 即便是没有什么 那个mycycle的一些 数据表设计的一些基础 也能理解它的意思 对吧 但是如果是 你有mycycle的设计的基础 你知道它是创建外键 那你再加上它这个语义化的理解 那就更加的 对吧 理解就更加的深入了 对吧 好 那这个地方 我们都是创建外键 其实我们只要写一个就可以了 我们写这个也行 我们写这个也行 两个都写也可以 它的效果是一样的 总归它就是创建这么一个外键 都是一样的效果 那为什么我们这个地方要 两个都写呢 这个我们在 接下来做查询的时候 我们会解释一下 其实这儿可以先说一下 我们如果只写这个的话 我们在做blog查询的时候 可以连同user去查 比如说我们先查blog 然后连带blog出来 如果是说 你想要先查user 连带blog出来 你就必须再写上这个 明白这个意思吧 就谁在前面 谁在前面去定义 去引领这个事情 谁就有权利先去查 然后带出第二个来 所以说 我们为了去 表达这两个的 这个不同的意思 这就都写上 写上之后呢 我们再去 那个同步一下 我们看一下 外键有没有出来 好 这儿呢 没有报错 我们看一下 我们刷新一下数据库 OK 我们看一下blogs里面 Foreign Kit里面 好 就已经有了 对吧 这里面呢 它是对应到userID 对应到ID 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画一下 画一下我们之前TNT里面 讲那个ER图 大家还不知道 还有没有印象 ER图 然后我们可以通过这个 这个工具 Database 然后reverse engine 好 这里面呢 我们continue 就是有现成的工具 可以帮你画出这个ER图来 你不用自己画 好 不知道为什么 有点慢啊 第一次出现这个问题啊 之前我也没出现过 好像是卡了 这小节就先到这吧 然后我 那个回头查一下 为什么卡了 然后最后 我弄回来之后 再给大家演示吧